歡迎收看健康點鈴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韋汝 最近天氣越來越冷 每次在背貨裡面睡覺 就算很想上廁所都不捨得跑出來 實在太冷了 天氣太冷的時候 你在睡覺的時候 會做什麼保暖措施嗎 暖氣一定要打開 洗完只要用電烤箱烤一下 讓自己這樣溫暖那麼難 但我發現最近我在蓋棉被的時候 感覺臉好冷 因為天氣真的太冷 那特別是我有鼻子過敏 所以當鼻子冷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睡不著 所以我後來就想到一個方法 我用那個電熱眼罩有沒有 這樣斜放 讓我一邊鼻孔露出來 還可以呼吸 然後你一邊又暖暖的 我就發現這樣比較好睡 那你有點偏心 只保護一邊的鼻子 你要保護兩邊 其實現在天氣很冷 大家大部分都會開個暖器 去睡覺 特別是老人家 萬一晚上起來 洗洗完機怎麼辦 但是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開暖器睡覺 早上起來你可能會 覺得眼睛很乾 口乾喉嚨痛 皮膚乾燥 一大堆的毛病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講的暖器病 今天就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暖器病 而且要怎樣去預防 除了在室內會有暖器病之外 你們知道嗎 冬天我們最喜歡什麼 去追雪 到山上去賞雪 冬天一定要做事 但是如果你在戶外保暖工作 沒有做好 猝子的風險會增加 真的是 像是今年 因為可能陸續寒流發威 大家如果印象 在去年的時候 當溫度低到10度以下 那幾天算起來 全台猝死超過100個人 那大家出去外面 如果沒有做好防暖 防寒的準備的話 其實問題很多 比如說之前有那種警察 在寒天當中追趕著 歹徒一追一追追 結果沒有追到歹徒 倒地之後 就送醫不治了 那以前最常出現的是什麼 有些有時候 遊民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沒有很好的防寒的設備 所以有時候被人家送醫的時候 也是來不及 那有一些老人家 事實上因為他對於這個溫度的敏感性 並不是那麼好 所以有時候在家裡 甚至在家裡也因為保暖做得不好 後來發現的時候是猝死 但我印象最深刻是 英國那時候我報導一個 他們的大學生 大家想說年輕人 年輕力爽 冷真的會冷死人 因為那個人當時做一整事 年輕大學生啊 跟大家聚餐喝酒之後 有沒有我們來賭 我們沒辦法不穿外套 要在雪地裡面走 他就是這樣子就決定說 他不穿外套 在雪地裡面走 走了九英里之後 就低溫就死了 所以說確實會冷死人 做好防寒的這個保護是非常重要 對啊 我們每次都說天氣冷天氣冷會冷死 到底天氣冷對我們身體的變化 到底是什麼 康醫師 到底這個引起什麼改變 天氣冷 我們知道我們的體溫調節中樞 中央空調在哪裡 在我們腦袋下氏球 那皮膚是身體最大器官 我們看我們的體表 有很多的血液經過的地方 血管 那我們血管其實它可以散熱 但是它遇到冷的時候 它會收縮 那我們身體產生的變化 就是說你一冷的時候 你就縮起來 所以你的膠管神醫會興奮 你就會心跳快 你的周邊血管阻力會增加 耗氧壓力增加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你看日本研究有說 每下降10度C 它血壓上升8.2 其實我們的血壓上升 只要不正常的血壓上升 它有時候會增加中風 和心血管比率 那溫度下降一度呢 猝死率會增加5.6% 主要是血壓上升的關係 那主要是為什麼 大家還是要有一個觀念 就剛才講 素卿姐講的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突然 會在那邊就會冷死掉 因為我們人是恒溫動物 重點是你沒有辦法產熱 我常常跟我的病友開玩笑說 我有發熱衣 我有大衣 我毛衣 我丟到那衣 會不會熱 不會熱 你身體要靠你身體產熱 所以你身體產的熱不夠 被大自然消耗掉以後 你沒有去魚缺保暖的裝置 這時候會出問題 第二個 你的身體如果已經有了肺酸塞 主動脈玻璃 慢性心狀衰竭 這些病的時候呢 它是處於一種要發病的狀態 這時候冷的時候會突然 讓斑塊剝裂下來 造成血管堵掉 所以這時候就會出事 這時候就會來不及 會很容易來不及 對啊 因為血管在我們身體裡面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要散熱 天氣冷 你自己的熱量都不夠了 它只好縮起來 它不能夠散熱 一口氣縮起來 血壓馬上就飆上來 你本來就有毛病的人 就更慘了 我們一直在講天冷 那開暖氣 是不是對我們身體 也沒有那麼好啊 劉醫師 到底會對我們身體 產生哪些改變 對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溫度的 過度的低溫 我們當然會增加我們的猝死的機會 可是如果開暖氣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讓這個溫度 回到我們比較適合的溫度 可是過度的使用 或者說開的時間太長 而且在開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注意到一些 我們需要去補足 它的一些行為 也會造成我們身體的疾病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 所謂的空調病跟暖氣病 那在暖氣病的部分來講 我們都擔心說 可能如果你沒有去 特別留意的時候 那甚至會影響很多的器官跟系統 那我們對我們這次來講的話 我們唯一在冬天有時候想說 心血管疾病 可能就是因為太冷 所以才會心血管疾病 他跟開暖氣也會心血管疾病 不過我自己有個個案 他五六十歲 一個糖尿病的一個阿姨 那他那次來的時候 他女兒帶他來 跟他就來的時候 就說最近我媽可能就覺得他不舒服 常常都說什麼胸口會不舒服 然後我看他就是整天都多在那邊 然後暖氣開著 然後在那邊吃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他應該是胃食道逆流 所以醫生你要不要幫我 幫他排個胃鏡這樣子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有三大族群 如果出現心血管疾病 我們要特別小心 一個就是高齡 一個就是女性 一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所以如果這三個出現說 甚至他是用上腹痛來表現 或胸門 我們第一個還是要排除心血管事件 那我就想說 那不然你先幫他排個心電圖好了 然後如果之後 他需要做這個無痛的胃鏡 或需要做胃鏡也比較安全 結果一排了之後呢 都還沒有去等到那個去排胃鏡的時間 他女兒就帶他過來說 剛剛那個心電圖室的小姐說 做完之後趕快來找你 那個一看就已經是心肌梗塞的 固形表現了 所以就只好趕快轉上去去急診 趕快去做心導管 那這個是比較會致命的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在開暖氣的時候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皮膚還有眼睛 其實是一個我們保水最重要的系列 那我自己也有個病人 因為年紀一大 可能他的眼睛的外分泌線 本來就已經變少了 那結果他就使用那種 我們所謂的那種乳素燈 那結果他就是每次看著那個乳素燈 然後一邊看著電視 結果看著看著他就覺得說奇怪 怎麼這一鏡他眼睛都覺得很乾 他覺得說自己是不是追劇追過頭了 結果到最後他就去先來我的門診 然後看起來其實就眼睛就真的很乾 然後他跟我說 有時候他甚至會覺得刺痛感 那我就說那你可能要去眼科看一下 就有時候搞不好 你已經照過頭的那個光線的刺激 造成看 也要看一下眼底有沒有造成一些 一些這個傷害 所以去眼科 眼科看完之後就覺得說 你這個已經過度的太燙的過程當中 就去看著這個強光 已經造成這個腳膜的受傷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他在過度的使用這個暖氣的過程 有時候會造成一些甚至致命的疾病 有時候當然也會造成我們身體上的一些 不良的一些疾病的發生 因為除了會冷死之外 有時候你從外面這樣很冷 突然走到家裡面 暖氣開得那麼強 血管就是一脹一縮一脹一縮 你平常台性就不好的人 當然容易出了血血管疾病 通常那個暖氣也都乾乾的 那久了之後你直接看著 當然一般比較少 沒事去看乳素燈幹嘛 但是那個吹吹的風都很乾嘛 就是乾炎症 是 但說真的我們又不能不開暖 其實天氣這麼冷 太冷了啦 但其實這些症狀是可以預防的 什麼意思 對 有些不明原因的症狀是 它是一系列症狀出來 包括暖氣病對某些 它是沒有生病 但是是長著也蠻健康的 每次在季節變化 比方冬天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這個時候的媽媽很奇怪 都特別不舒服 包括頭暈 胸悶 倦帶 手腳都沒有力 精氣層都疲乏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說 我媽媽每次這個過年 都沒有辦法過這個坎 我說拜託 這太空時代有什麼 醫學可以去改變一切 你媽是因為缺氧 因為他都沒有開窗戶 所以氧氣是不夠 可是每年都這樣之後 今年更離譜了 那已經跟他說一定要開窗 要開窗 結果今年是因為暖氣 因為今年的溫差比較奇怪 他暖氣開得特別強 他媽媽又好像沒有過這個坎 為什麼 又開始倦帶頭暈無力 又開始出來了 這次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我媽就是進家戶病房 而且他才73歲 是一個非常夏天精神很好 每次冬天都沒辦法過這個坎的冬天 他說進家戶病房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媽媽為了開暖氣之後 為了不敢起來上廁所 水分喝得很少 那因為尿量減少之後 尿液在膀胱裡 沒有辦法快速的流失掉的時候 那很多的代謝不好的酸性 飛物在身體造成再吸收 結果造成急性腎衰竭 甚至在脊椎裡面 骨盆腔裡面有非常多的菌血 造成菌血症 因為他晚上不想喝水 不想起來上廁所 造成惡性循環 因為我們在一個開暖氣的時候 很多時候一天 大概平均流失300CC的水分 所以於是乎 我們建議大家有個預防方法 當然開窗戶是一定要的 可是有些小PayPal 我還是告訴大家 就是現在我們在暖氣室裡 很多時候會把溫度開很高 很像是在暖氣房裡過夏天 好萊塢片看 韓劇看那都穿短袖 然後開28度 這樣子濕度太低 每個人的咽喉都乾燥 口腔破 嘴巴破 這時候就不要忘記 中英說的冬吃蘿蔔 夏吃薑 反正在冬天裡面很燥熱的時候 你要多吃點蘿蔔 大黃瓜 或是像橘子之類 柑橘類的 那第二個溫度的問題 和那個出風口也要很注意 你不要忘記熱空氣往上 有時候暖氣說 我就對著中間吹 不要忘記越往上它越上去 冷空氣下降的 你必須把暖氣口是往下 讓熱空氣往上 這樣子你如果說空氣 熱空氣的出風口往上的話 空氣會造成空氣短路 熱的往上越多 冷空氣下面越多 你活動空間裡面還是很冷 所以記得暖氣的口 一定要是往下 讓空氣對流這樣子 才會造成不要暖氣病 太容易上身的 對啊 最好還是 偶爾還是要開個窗戶 不然每次關在裡面 大家都缺氧了 頭暈腦脹了 可是天氣冷 真的是也是很討厭 連血液循環都會稍微慢一點點 特別是對上那些血液濃縮 就可能很容易中風 我們平常我們有一些徵兆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血液其實很濃縮 血流很慢 康醫師 其實血液黏醜 這個在醫學上面 你要單一去測比較困難 但我們知道血液黏醜 因為血濃於水 它的黏度大概是1的話 血大概4、5倍 那血液會黏醜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常常測就是血比容 還有一些是病態 像一些癌症的病人 它的紅血球細胞 或蛋白質突然異常增生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溫度 如果你把手進到冰水裡面去 局部的進到冰水 你的黏醜度馬上會增加2倍 所以當黏醜度增加 就有產生 具備快要血栓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快要血栓的情況會怎麼樣 一早起來你就覺得頭暈不清楚 為什麼一早起來 其實都沒什麼活動 所以早上起來就懶懶的 腦血流減少 所以頭暈的不想 不想活動 頭腦不清楚 到中午吃過以後 因為血都在胃裡面 也沒什麼無精打采 就很想睡覺 一直到晚上才會精神好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忙了一天了 動來動去 已經有在 有在活動了 所以你晚餐以後才會精神會比較好 可是一次晚餐又很想睡 對 然後會發現 不下去的時候 你的下肢的阻力會增加 腹腔壓力增加 所以回流血 回心的血會比較困難 所以會有點呼吸困難 所以血流速減慢 也會影響到你的視覺 它的視力 血液供應 因為我們全身的血液 在視覺也是會有影響到腦 眼睛的血管 所以對視神經那些會影響到 這些是一個 日本的一個觀察看到的 所以我們臨床上看到 血液粘稠的情況 不要忘了 很多血液粘稠 接下來就是準備產生血栓 所以我們常常產生靜脈血栓 我們常常講說肺栓塞 或靜脈血栓 這些都會 而且血液粘稠很容易被造成 就是在冬天這個時候 像你擋過醇就突然說 奇怪為什麼我冬天擋過醇 搞 因為大家都開始吃鍋 冷的東西 比較冷 想吃熱的東西 需要油的東西多一點 所以它膽固醇的變化就很大 然後很多人說 這時候血液控制也不好 只要控制不好的時候 它的粘稠度也會變高 那就會比較容易產生 心血管的疾病血栓 在心臟或是腦袋發生 對啊 所以平常如果就有這些症狀 你就要小心你的血 可能是比別人稍微濃一點點的 天氣又冷 血型又再慢 就要小心中風了 沒錯 所以保暖真的很重要 像我們在室內 我們會選擇開暖氣 但是在戶外 我們就會選擇暖暖包 暖暖包 我習慣都是手握著 或是插在口袋裡 其實周醫師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讓暖暖包發揮最大功效 對 吃下去是不是 要放在哪 最好不要像我這樣 每次都放在肚子這邊 這個已經不太適合了 因為很多人 因為肚子的一個皮膚比較柔嫩 很容易造成肚子低溫灼傷 我們常在針灸的時候 發現很多小女生或女生 這邊都一個方塊的一個色素沉澱 長期放這邊 整個黑個四方形的 就橫肌就跑出來了 對 就跑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教大家放暖暖包的C位 有三個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在一個脂肪汗循環最慢的地方 大家活動起來又能發熱 是 第一個就是在一個環跳穴 環跳穴 屁股我們住骨神經痛很容易環跳穴 環跳穴其實要趴著取或側皮 可是現在沒有辦法趴著和側躺取位 有一個很簡單的事 你彎曲你膝蓋往後敲你的臀部 對 你後腳跟打到的臀部 我敲得到耶 對 這個地方就是環跳穴 在我們的骨溝到一個骨頭的大轉子 連線的終點叫做環跳穴 你把你的暖暖包放在這地方 在上半時候 對 打電腦的時候 或是說你放在你的後口袋的地方 它會造成你的一個脂肪 反而是局部的脂肪去燃燒 去帶動它的代謝比較快 那第二個地方就是在一個風飾穴 風飾穴很簡單 就是我們立正站好之後 我們的手的一個正中 中指指的地方 在大腿外側 中指的那個端點 那就是風飾穴 它是膽筋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所謂 喀茎樹肌群的那個深層肌肉的一個中點 它那個地方會帶動局部的深層肌肉循環 當你在走動的時候 你去按按摩它 就熱敷一下 然後再走一走 熱敷一下走一走 它會帶動你的深層肌肉的循環燃燒 第三個是最簡單的地方 就是你發現馬鞍肉 你馬鞍肉哪裡最多 馬鞍肉就是你的臀部 最肥厚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趴著 幫病人針灸脫褲子之後 發現它為什麼全身都有穿衣服 脫掉它這個地方 馬鞍肉冷冷的 它的肥肉是冷冷的 這地方脂肪它很容易循環變很慢 我們把暖暖包放在這地方 對 然後穿上褲子之後 去走路的時候 它會摩擦深熱 讓它能帶動它的循環會更好 這三個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天后的時候暖暖包 不是只是拿在手上 那邊一直戳一直戳 這三個部位介紹給大家 其實常常開暖期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的心血管疾病 溫差的關係或是眼睛容易乾燥 小心連你的泌尿道都會出問題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天氣變冷開暖氣是最直接保暖的方式 但除了會有這個心血管疾病之外 還有一個風險就是泥尿道 什麼 素卿姐你們家有暖氣吧 你都開幾度 老實說我是一個很不怕冷的人 所以我沒有開暖氣 對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 哪裡最值得裝暖氣 我覺得是浴室 對 因為在台灣 你有沒有覺得最大的折磨 就是你在等水要開 然後要拖完的時候 要等進去的那一剎那 簡直想說天啊 這太可怕了 所以之前也曾經有人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發生 他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我覺得如果最值得裝 應該是浴室 但是到底要開幾度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很奧妙 像那個美國冷卻部曾建議說 最理想的開的暖氣的溫度 是二十度 聽說二十度 有些人覺得這好像有點冷 有點冷吧 你要喜歡把衣服脫光光 這樣很冷 像說我開冷氣也開二十度 對啊 對 開暖氣也怪二十度 合理啊 因為你蓋同一條被子 對 有道理 對 所以現在台灣有些很多人 你會發現他不是冬天跟夏天 他都蓋同一條被子 為什麼 因為冬天開暖氣也十二十度 夏天開的都很溫了 但是如果說 他甚至建議說 你到了晚上已經熟睡了 或者是沒有人的時候 你可以調的更低 因為你那已經自然 你的被子都已經蓋起來 但是我覺得你舒服就好 但真的不能太高 因為之前曾經有個太太 她就這樣 她就說 以前台灣很少人有裝暖氣的習慣 然後兒女媽裝暖氣之後 就覺得太棒了 也太溫暖了吧 所以就趕快一開二十度怎麼可能 因為二十度太熱 你看到二六二七啊 這樣才是暖洋洋啊 然後後來暖洋洋之後就覺得很棒 兒女又很好心的幫她說 媽媽 我跟你說 我給你裝Netflix Flyday跟 迪士尼跟什麼 你要看什麼都可以看 天天在那邊 就被我裡面追劇 就太棒了 人生太好了 那漸漸就忘記喝水這件事情會很少 因為要離開被我去尿尿 太痛苦了 但有一天她就開始覺得 怎麼最近真的要去尿尿的時候 去尿出來就一點點 然後可是有時候要等很久才尿得出來 那尿出來的時候就開始覺得會痛不舒服 然後漸漸覺得整個人變得很累 然後開始發燒 然後趕快打電話給兒女說不舒服 然後送去醫生才說 他是那個急性膀胱炎 就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真的是尿得太少了 然後你又暖氣把水都吸走了 所以你整個那個尿液濃縮 如果稍微一不小心感染就膀胱炎了 所以真的要注意說不要開太熱的原因 原因是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開太熱 你可能要注意你的喝水 對 補充水分是重要的 否則不只是泌尿道 我發現有時候連冬天 連便祕的人都會變多 因為水喝很少啊 是是是 所以適度補水也很重要 其實台灣人以前吹暖氣的真的很少 很少啊 但我父母親家哪有 我生平第一次吹暖氣在哪裡 在美國博士頓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他說一去零下負二十幾度 誰說了 這個是人家戲弄刀割那個風一吹 那個臉都快要裂開了好不好 我們在講說 大家都知道那個在暖氣房裡面比較乾嘛 所以流失水分比較會面倒感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算我們的水分 劉醫師 對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說其實我們會建議民眾就是說 如果你假如你平常的一般日常生活 不是那種高耗水 高耗流失水分的 像那種你可能需要再到太陽底下 或者說你的工作是非常勞力型的 原則上就是把你的體重乘以30到35 就是你每天需要的這個水分的量 所以其實蠻好算 假如你是一個六十公斤的人 你可能每天就至少一千八大 兩公升左右 對 到兩千一的這個CC的水量 這是一個你維持性的水量 所以如果假如說 像剛剛我們素卿來提到的說 有的人都看到什麼二十七八度 在室內又穿調教 又在流汗 那一種的話 你可能水量就自己要再拉高一點點 那假如說你是屬於 真的就像玉飯糰一樣 在恆溫的那一種的 那基本上來講可能就還好 不過我們就會建立你可能在溫度的部分 就是大部分是維持在二十到二十五度之間 是一個你相對比較舒服 而且適宜的 不會讓你感覺又很冷 或者是熱到有壓迫感的那種程度 不過對我們來講 我們有時候反而在冬天要呼籲 就是一些年紀大的老人家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老人家 自己社會縣北大 那八點之後自己自動限水 對 自動限水的時候 因為他晚上還是起來尿尿 誰受得了 怎麼睡啦 所以他自動限水 限水的情況之下 反而我們在冬天有時候會容易看到 是在老人家 尤其是男性的時候出現泌尿道感染 其實男生出現泌尿道感染 本來就相對是少的 對啊 不容易 對 因為要到常路的問題 因為是暖氣開著 然後又自己自動限水 所以結果造成男性的這個泌尿道感染機會 反而是增加 剛剛是你說其實開暖氣 跟空氣中的溫度 濕度非常有關係 而且你說每一個族群人 他適合的溫度也不大一樣 是不是啊 對 其實我們看看這個圖 所以這個中央氣象局給我們這個 有一個我們大家現在比較知道 這所謂體感溫度 體感溫度 照理講體感溫度是我們人在戶外 對 所以他告訴你說 如果你外出的時候 你的體感溫度 跟你實際上中央氣象局 給你的氣溫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體感溫度 是有計算風速 還要計算你的濕度 這兩個因素加上去 風越大 你可能會覺得越冷 對 濕度大的時候呢 你可能不會覺得那麼冷 濕度大也會覺得冷 會濕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冷氣 剛剛看到這個圖的最左邊 那我們現在如果溫度是很低的 是20度的時候 但是你開了暖氣 這時候他的濕度是往下降 所以你體感溫度 這時候就很低 很低於你的氣溫 因為我們感受到 是我們體感溫度嘛 對 所以你以為你是20度 對 可是那時候其實你的相對濕度是低 因為暖氣很乾嘛 對 所以其實你可能適當的體表溫度 可能只有十八十九 對 你以為你升20 適當只有十八十九喔 對 所以你想辦法在裡面喔 因為濕度其實是我們覺得悶不悶 對 冷不冷就是溫度 對 所以你把濕度調高一點的時候 這時候他才不會 讓他一直乾下去 你就會更冷 喔 你會感覺更冷 所以你開暖氣要舒服的時候 不但是要調溫度 你要去調濕度喔 因為你到時候你自己的感受 就是你的體表溫度嘛 那是不是升溫度而已啦 那如果太乾的情況 大家剛才常常會遇到說 鼻黏膜我們的外面線會遇到問題 就是常常會遇到說 喔 在尤其在鼻子喔 在很乾燥的情況之下 吹暖氣 哇 流鼻血 對 因為我們的其實鼻黏膜裡面是濕濕的 對 所以你很乾燥的情況怎麼辦 教大家三招 第一個就是保護 現在大家都戴口罩 當然如果你不戴口罩 你會發現你吐的氣喔 裡面的口罩都濕濕的 是相對他鼻子裡面就會濕濕的 是 一個是保護 第二個是保濕 保濕 你可以用一個凡士林 凡士林 薄薄的塗一些在鼻黏 鼻子裡面 鼻腔裡面 讓它濕潤 它的水比較不容易散 變你的暖氣 對 凡士林本來就很會鎖水嘛 第三個就是叫保水 保水的話就是說 可能你用加湿器 現在市面上賣加湿器 跟暖氣一起用 第二個就是說 弄一盆水 在你暖氣的旁邊 這樣他可以把這些水蒸發掉 讓你濕度會增加 用三個 保護保濕跟保水 三個方法 平時如果你要暖氣 自己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那一般到底會 你會建議要開幾度暖氣 通常我們有三個族群 一個就是心血管族群 通常心血管族群最怕的其實是溫差 但是我們剛才肅清剛才也有講過 就是說我們國外建議說20度 我們會覺得說20度好像很冷 其實不然 大家如果在車上開過暖氣的人知道 你這麼冷的天氣如果15度 你開個20度還是很熱 因為那是要相對 對 因為你現在外面很冷的天氣 我們還有第二個觀念是說 我們開的暖氣是局部的 國外的暖氣是整個通風管都是做暖氣 所以它的溫度比較均衡 我們都是局部在吹 所以我們一般會建議說 假設你是在很冷的天氣 千萬不要把暖氣開得太熱 因為你如果說你要拖著暖氣走 那可以 所以三個族群 一個是比較健康的族群 我們一般建議它的溫度 也是差不多在20度上下 是 但是比較年紀比較大的 可能這時候的溫度 可能是20到25度左右 那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年紀大的族群 除了你給它保暖 因為我們很怕病人就是說 他要離開這個暖的環境 突然驟然就降了五度十度 去尿個尿 本來在客廳給人家吹冷 吹暖氣吹好好的吹 要尿個尿 結果馬上降五度十度 這時候就出事 還是要注意溫差 當然第三個就是肺的 有慢性阻塞肺部族群的人 也是不能有太大的溫差變化 因為他們很容易因為這樣的過敏 誘發他的過敏 或是造成一個慢性阻塞 就是你有一些慢性病的人 還有年紀大的人 就算是車子買好一點 比較温溫 對 但冬天想到這個保暖 我們說推暖氣之外 有時候我們會喝熱熱的薑茶 感覺喝起來全身也會非常的熱 但是日本有研究 日本的節目實測了 第一名竟然是可可 不是薑茶 怎麼會這樣子 對 我覺得喝熱飲來說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歡喜的 因為其實太多人 冬天都不喝水 所以鼓勵喝熱飲 第一個是對的 第二次發現這六種飲料裡面 其實最弱的第六名 第五名其實是我們最常喝的 就是綠茶跟咖啡 天氣冷的時候都喝這個 不要喝熱茶就喝熱咖啡 其實咖啡冷得很快 因為它是越喝越冷 因為它會利尿 帶走你的水分 汗熱量 所以其實咖啡跟綠茶 我們是覺得 本來就覺得它是不OK的 但其實生最快的是什麼 是薑茶跟乾酒 乾酒是我們的酒釀 酒釀就酒釀湯圓 那種釀 因為它生得非常快 溫度升最高 可是令人訝異的是 其實升得最快 不等於降得很慢 居然其實慢慢升 可是降得很慢 差到50分鐘 它可以降溫降最慢 保暖最重要的居然是可可 因為可可多酚裡面 可可多酚對循環 還有血管的一個保 互換血管循環是非常好的 那可可它的 其實大家就用簡單的邏輯講 就知道可可這個人很特別 他就是你把它放冰箱 放一千萬年出來 他還是熱情如火 可可就是一個溫熱的食材 那比方說你把一個比方 好吧 你把綠茶 綠茶放到熱水煮了一千個 一百分鐘 它還是冷的 所以其實對它的體質 和藥性 和這個食材特性來說 可可本身可可多酚 對循環來說 它的降溫是最慢 對溫暖身體是最好的飲品 那可可準備要大賣 所以冬天要喝可可 可可除了用喝的之外 來保暖還可以入菜 明尾老師要教你 到我去寒的料理 暖身食材第一名是可可 可可竟然可以跟咖哩配在一起 能吃嗎 當然啦 一般我們都知道 這個可可巧克力跟香蕉 什麼 最搭 好朋友 這個有人講 這個我知道 但是我今天把它煮到這一道 叫做香蕉可可咖哩 加上我聽起來像這個很奇怪 不會 你的那個友邦國家 那些印度東南亞的國家 吃了就是這是道地 那你會變成國宴浴廚 而且那個外賓來的時候 可以吃 我們用一點油 那今天我是用雞肉啦 雞肉比較快熟 因為我們節目用雞肉比較快熟 那如果你不是用雞肉 你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一點牛肉片 羊肉片 豬肉片都可以 好那我們稍微給他把這個雞肉 要先煎香 稍微煎一下 那因為辛香料 我自己覺得 就是剛才中醫師也有提到 其實辛香料本來是這種季節 身體要手暖腳暖 一定要多吃一點辛香料 除了手暖腳暖以外 還有一個你比較容易消脂藍脂 對 越吃越瘦 沒錯 OK 好 我們先把這雞肉放進去 然後接下來加什麼東西 我們用一點洋蔥 這個都可以適合先給它爆一下 OK 先爆香 所以雞肉放進去之後 下一個是放洋蔥 OK 放洋蔥 先把它炒香 那一般洋蔥很多人 還有今天我今天做這道 頭吃飽就是 一般人那個名店 咖哩名店 都會強調他把洋蔥炒得怎樣 燙不出來 炒很久 對啊 要炒到那個所謂的荷化 焦糖化 讓它變成咖啡色 巧克力色對不對 OK 我今天不用 等一下我巧克力加下去 就自然巧克力色了 是這樣子喔 OK 你用染色的方式就對了 就好像你已經熬了30 很久 半天以上這樣 OK 用視覺詐騙感就對了 那香味不一樣 OK 所以是剛才我們在講說 可可很保暖對不對 那明湯老師用的這些新香料 在你們中午裡面 也是很保暖的食材嗎 對啊 咖哩其實不是單一食材 咖哩是所有香料的集合體 所以咖哩裡面 當然會有像丁香 小微香 肉桂 去做任何印度咖哩的搭配 或馬來西亞咖哩搭配 那尤其是像丁香 小微香 肉桂 大家不要覺得非常的特別 不要忘記像歐洲的聖誕熱紅酒 熱帶肉桂裡面 加上一個柳丁 柑橘 加上丁香 肉桂 去搭配紅酒 做成一個暖呼呼 在雪地裡逛街都不會冷的 就是增加血管的發熱液的意思 都是非常好的搭配的 OK 所以這道菜很適合在冬天煮喔 好香喔 雞肉已經熟了 雞肉這邊給它焦焦之後喔 我個人非常喜歡吃咖哩 煮過各種各樣的咖哩 那咖哩喔 我教大家一個撇步 因為台灣買的咖哩粉喔 除非你真的到那種印度店啊 東南亞店買的時候 才會很香 那一般台灣買的 通常因為台灣人不喜歡吃那麼嗆嘛 對啊 所以它這大概只有幾種 一種香料而已 對 大概只有三五種 咬不及 但是真正印度咖哩最少都會超過 十幾二十種 所以我今天買一般的喔 我教大家 你可以用一份 兩份到三份 咖哩粉 這個是五香粉 五香粉 這個是辣椒粉 自己調配就對了啦 對 大概這個是三 大概三比一比一這樣 三比一比一 那你用一點薑末 這是薑粉 薑粉 薑末 薑末 把它先炒下去 是 那咖哩粉也要先炒一下 要炒下去 大概兩到三大匙 還有一個我建議大家 如果買咖哩粉喔 你可以買兩到三個品牌 去混著吃 混著吃啊 因為它的種類才會多 那五香粉裡面 大家都知道八角啊 大茴香 小茴香啊 豆蔻 肉桂這些 香料都在裡面 對 你可以把它加一點進去 感覺這道菜味道相當的重喔 對 這個層次就會很多 好 辣椒粉 好 稍微把這炒香 炒香一下 這時候不能大火 大火稍微大就焦掉 小火在煎這個雞肉 把這個香氣炒出來就好 把咖哩的香氣炒出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加一點高湯 加一點高湯 還有今天我用香蕉一個好處 香蕉會自然勾芡 所以你沒有發現 我沒有用馬鈴薯 對 一般咖哩一定會用馬鈴薯 所以香蕉待會是要放進去煮啊 對 真的很特別的一道菜 那當然我也有試過你把香蕉打成泥進去 那我今天因為給大家看到圓形的食物 好 這個時候你把它 等一下我們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先把材料跟大家講 把它放進去 好 你就把胡蘿蔔 胡蘿蔔 你要的青菜類的 你可以用一點其他彩椒 或者是用這個花椰菜 看你喜歡的 你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大火 那另外一個我天然比較營養 比較勾芡 還有一個比較暖身的蛋白質來源是 這個是紅扁豆 紅扁豆 因為一般印度咖哩 你會吃到咖哩煮去 裡面一顆一顆 你都一直以為是綠豆沙 其實就叫紅扁豆 是紅扁豆 對 這也是世界五大健康食物 這也是比較少見的食材 一般在印度或者東南亞 還有紅扁豆 綠扁豆 白扁豆 黃扁豆 非常非常多 紅扁豆加進去 那你看我這扁豆很特別 我這生的泡水而已 沒有煮過 沒有煮過 因為它不需要泡很久 不用煮過 好 那最後你就 另外一個香氣 我會增加的是放什麼 這個香菜的羹 不是香菜的葉子 因為香菜的羹 很多人都剁一剁就把它丟掉了 其實我建議大家你留著 把它熬 它會有另外一種風味 整個家裡剁香菜的羹 如果你不要吃 就寄給迷勇老師 因為香菜在中印來講 也是比較暖性的食物 比較溫暖的食物 香蕉跟巧克力要放進去 對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可可粉 你可以用整片的 巧克力 我今天用大概一根的香蕉 切成薄片 一根 真的很特別的料理 另外你也可以用可可粉 是 你巧克力片把它 或者買一般的無糖可可粉 或者我建議要用85度 8585% 大概90-100%都可以 不要買一些什麼牛奶巧克力 對 不行 那黑巧克力 我覺得黑巧克力的風味會比較好 這樣大概是半片 就把它加進去 OK 好 那我們給它燜煮 大概10到15分鐘 讓雞肉收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們這道保暖料理就完成囉 健康發熱料理 我推薦這道香蕉可可咖哩雞 香氣十足的咖哩 裡頭含有多種的新疆料 能夠幫助促進血液循環 驅寒氣 熱熱的來上一碗 讓你提升冬季的免疫力喔 你以為只有天氣冷才會感冒嗎 小心你開到的暖氣 會對你的呼吸道造成影響喔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在暖氣病裡面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就是肝 不管你是感覺到口乾舌燥 還是說皮膚乾燥 其實它都跟肝有關係 可是好像跟我們平常講的 乾燥症很容易混淆 對不對 初經見 是的 我必須說 尤其是最近真的天氣開始冷 大家就家裡有什麼可以保暖都拿出來 最近有一個網友就說 他其實這一次把那個 他們家那種小小的暖爐拿出來 最主要不是為了自己 是因為怕他的貓會冷 他就開整晚之後就發現一件事 第二天早上起來 他說有一天他突然間覺得 那個喉嚨痛到是連喝水的時候 像是被化傷一樣很痛 然後其實台灣有很多人 可能不知道是有張口呼吸的習慣 因為咬合沒有那麼好 那張口呼吸其實這樣子很乾的情況下 整個咽喉部真的會受傷 那他說他除了化傷的感覺之外 後來才發現原來這陣子 他那個皮膚變很糟 也跟他那個暖氣過度使用有關 不過他去看醫生 最終也只是有點發炎的症狀 真的不是很嚴重的病 可是如果是真的乾燥病 症症那就可能很嚴重 這有一個老先生他也是一樣 他想說自己是怎樣 是暖氣開帶大嗎 因為他就是一個晚上 會因為口乾舌燥 起來喝水喝很多次 然後呢不以為意 就反正想喝就起來喝 直到有一天他因為起來喝水 後來不小心就昏倒了 昏倒送醫才發現 他其實不是單純的口乾舌燥 他是真真實實的一種免疫疾病 叫乾燥症 那醫生是說除了口乾舌燥之外 如果說像他的眼睛 有時候甚至角膜會乾到 有時候會那種角膜潰瘍 就受傷 或者是有些人甚至嘴巴 他會乾到覺得吞東西都很困難 甚至有些男生會連腮線都腫起來 或幹嘛 你如果有這種合併 而且常常發生 你要考慮 其實他可能不是單純的口乾舌燥 他有可能是自體免疫的乾燥症 那糟糕了 那有些老人家他喜歡 對啊 在冬天的時候開這些暖氣 在那時候 他到底這個口乾舌燥 是因為這個暖氣的引起了 還是他本身就有些自體免疫的毛病 像乾燥症 而且他們因為一整天都吸 嘴巴張開 吸那個乾乾的空氣 背部的黏膜可能會乾乾的 所以還會咳嗽 那最近的新冠又很容易咳嗽 對耶 喔 開車怎麼分啊 還是這些人只要咳嗽 通通拿去快晒 不用不用不用 其實我們不用太擔心啦 大部分我們現在講的 今天講的那個暖氣病 其實他是一個文明病 有點像我們現在講過勞一樣 是 那乾燥症其實他是一個 自體免疫的疾病 原因還是不明啦 那男生女生 女生比較多 9比1啦 那他影響到肺 要到肺纖維化 其實大概只有佔三成 大部分還是在 比較外密線的地方 眼睛跟嘴巴的地方 所以他口乾舌燥 呼吸困難 那治療 當然可能會用一些肋骨醇 或一些免疫調節 對這種嚴重的 你吃飯的時候 那個唾液都不大會分泌 吃東西都很乾啦 一般吹冷暖氣 應該不會到這種程度啦 所以他的 大概會攻擊到肺變嚴重的話 大概只有三成 但是我們的暖氣病 因為是我們其實是文明病 暖氣用的太過了啦 溫度讓他濕度整個降低太多 他部分大家在上呼吸道比較會 還有剛才講的 就是年度變高 人變得懶洋洋 所以他本來會扯 殼會有點喘 走路有點困難 但是這個情況很少造成肺的一些纖維化 不會 那你想辦法把你的房間裡面 濕度增加 你的冷氣不要 你的暖氣不要開得太 溫度太高 這樣就能夠讓你的暖氣變好 那我們講的肺纖維化 最怕的就是我們現在講COVID-19 根據統計 還是有少部分的病人在痊癒以後 因為病毒攻擊肺以後 造成菜瓜布肺 那菜瓜布肺造成的時候呢 你痊癒以後在菜瓜布肺 他本身肺纖維化 不會消失 但毛玻璃現象我們發現他是會消失 那不可逆的現象 造成你肺的功能變得很差 雖然現在有用一些 抗纖維化的藥物去治療 他們認為說藥物也很貴啦 但治療要至少三個月才會有一點效果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暖氣病態影響的比較小 那文明病你去改正就好了 乾燥症自體免疫 可以用一些症狀治療藥物 但是這個COVID-19好了以後 還是要去注意一下你的X光片 呼吸功能 還有就是電腦斷層 去看看有沒有肺纖維化 對啊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面 口乾舌燥又有點咳嗽的話 你發現把濕度拉高一點好一點 你可能應該只是暖氣病而已 如果說你連吃東西都覺得口乾舌燥 小心你搞不好有乾燥症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如果說你單純就是咳嗽 去快塞 快塞一下 塞危險了 其實現在那個取暖的東西 非常非常多 暖氣也分了很多很多種 有一次有沒有教我們幾招 怎樣正確使用這些東西 才不會才有這些暖氣病 好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會使用一些暖氣 暖氣基本上來講 我們主要分成五大類 那以第一大類來食音館的部分 欸這我家有一台耶 對啊 我很怕我都覺得很燙 會收起來的感覺 這碰到很恐怖耶 對現在很少了 那有時候擔心以往有時候踢倒 甚至有什麼地毯 會很危險喔 那現在基本上已經比較少 那以往它是價格比較便宜 體積又小 然後發熱又很快 可是如果大部分都是比較矮的 所以很多老人家放在腳邊 常常有時候還會用到燙傷 還可以烤肉耶 哈哈哈 而且重點是它的壞處是它會有一個耗氧 耗氧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的房間小 然後你又密閉 那有可能你就 只能在用的時候到底是血液濃稠 還是自己用到已經缺氧的環境 搞不清楚了 這就比較難你去辨別 那第二種就是對流式 那對流式目前來講 有一些的這個暖氣 目前還是用對流式來講 那它會有它暖的效果 暖房效果很快 可是因為它火力比較小 那大部分比較適合在一些室內 可能相對小一點的地方可以使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乳素燈 乳素燈基本上它直接像吹熱風的方式 就很像電風扇 所以很多人在前一陣子很流行 可是到時候就很多人都出現眼睛的問題 就會出現眼睛的部分 乾眼的問題啊 角膜潰瘍的問題 所以眼科醫師一再出來講說 用那個的話記得要避免眼睛直視 那可是常常那一個光線轉過來的時候 你都忍不住會去看它一下 轉過來就忍不住看它一下 對所以有時候不想看它 反而更容易看它 那另外一個就是目前這一兩年 可能比較流行的就是 沒有暖氣 沒有啊 柴油啊 那沒有沒有暖氣 基本上現在的設備都還不錯 甚至還可以直接設定 你想要的室內溫度 還可以偵測 然後甚至如果裡面的液氧化碳太高 它還可以去偵測自動關機 然後踢倒可以關機 不過對我們來講我們還是要留意 就是說等到它感知到你液氧化碳太高 可能你人有可能 你已經昏倒了 中毒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這一塊 那我們在臨床上有遇過幾個是 糖尿病的病人 因為它暖得很快 然後它覺得靠得很近 結果到時候腳都已經 烤到都脫皮了 然後結果才來 就跟我們以往在 衛教他們一樣說 你泡熱水的時候 請那個沒有糖尿病的人來幫你測一下溫度 不要自己去感知到自己熱都已經難不及了 那另外一種就是葉片式的 葉片式在近幾年 不管是放在浴室裡面 相對比較安全 或者是在一些睡覺的臥室也是比較安全 因為第一個是它不好癢 可是壞處就是它暖得很慢 所以你如果要用葉片式的 你可能要提早進去使用 對 六點就好打開了 十點要睡覺 葉片式的一個好處可以順便乾衣服 對可以打到這樣 好 濕衣服還可以增加裡面的濕度 那我發現這些暖氣 你開完之後感覺身體暖暖的 皮膚也會變得乾乾的 感覺有說摸一些手把好容易靜電 但中醫認為這跟暖氣沒有關係 是跟體質有關係 對 其實靜電這東西很麻煩 就是它其實有靜電 就是這樣已經造成恐懼感了 一開始覺得還蠻好玩的 好像去日本的會有靜電很有很有趣 沒想到臺灣現在因為地球暖化關係 臺灣的乾燥度 已經會有一些一些靜電狀況了 那第一個是我們大概想預防靜電產生 就是盡量不要穿有像迪倫 金倫 尼龍 這些寬鬆的大毛衣 盡量穿純棉的話 這個會比較減少靜電 就是衣服買貴一點的意思 純棉的 第一個就是因為其實有些人 他體質真的很容易像皮卡丘一樣 每天產生十萬伏特 十萬伏特 對 其實靜電在身體太多不好 其實人會焦躁不安 頭痛 然後會胸悶 會煩躁 甚至會有什麼這種咳嗽 所以我們就發現有些體質還真的會 對 比方說你是一個很 手心很熱 陰鬚體質 可是你會產生靜電的話 麻煩你常常放電 放電就是你把你的身體 跟地面相結合就好 你說這是車子導電嗎 對 就把手放在牆壁上 身體背靠牆壁 定期一個小時放放電 讓你陰鬚體質的人 比較不會常電到人家 會比較好 那第二種人呢 他是氣域體質 他的手會有點冰 而且他每次遇到自己在開鑰匙 一開那個龍頭鎖的時候 一開 自己被自己電到 這種人的話 我建議他帶點金屬的手環 讓他去碰他 你用一個鑰匙去碰一下 讓他放個電會比較好 那第三種人是 真的沒藥救 他氣虛 全身都很虛弱 手冷 腳冷 全身蒼白 虛弱 麻煩 如果你辨不清楚 自己體質或氣虛體質 可以喝喝 我幫大家介紹的一個 像陳皮蜂蜜 黑棗八顆的一個陳皮蜂蜜棗 保濕 讓你身體是保住它的濕氣 然後在年紀大的爸爸媽媽或長者 他可以去讓他的皮膚和血管的退化 也比較不會造成靜電產生 造成恐懼感 像周醫師熱到茶飲 我覺得對我就很適用 因為我每次去加油站 加油的時候 我摸到他就噗 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有跟我一樣困擾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周醫師這一道茶飲 另外天氣很乾的時候 你是不是常常覺得很癢很癢很癢 廣告之後就教你一道補水料理 東天的皮膚真的很容易乾燥 除了擦乳液之外 還可以多吃蓮藕 所以今天我帶來這道是 紫米薑汁蜜蓮藕 因為你看皮膚會乾燥脫穴 就是營養送不到 所以要多吃一點 能夠滋潤的 還可以暖身 所以你看我用紫米 用紅棗 還有一點蓮脂 然後還有一個老薑 感覺像是一個甜點 對啊 有點像 其實而且我這是一物兩吃 我怎麼說 等一下我要煮好那個湯 剛好又是薑汁 又有紫米的湯 我可以加紅茶裡面 可以變飲品 所以我們就煮一鍋水 因為這個比較費工 其實這一道探式簡單 但這是功夫菜 功夫菜 先給他切個兩三片這個薑汁 或者是你用薑泥也可以 你用薑末也可以 先進去煮一下 那我們就把這個蓮脂 大概拌完 泡完水就把它先倒進來 只有泡水而已喔 只有泡水而已 這個紅棗也是這樣 大概拌完 拌完加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大火給他滾 那因為剛好我有剩一些蓮藕片 就是逃不逃味 就把它留著 我們也給它下去煮 也下去煮 那這樣之後呢 比較費工的是紫米 怎麼去蜜蓮藕 對不對 好 教大家 這個是家裡 反正疫情的關係 在家好像賢賢也是 比較沒有什麼事 沒錯 或者是有被這個居家 這個反正十四天 隔離的人 這時候就玩一下這個 真的 這個比較耗時間 好 比較耗時間 所以今天設計這道 有一點耗時間 就你買蓮藕 把它這個頭也切掉 對 有點玩積木的意思 小朋友也蠻好玩的 你就把這個紫米 把它稍微泡水 一個鐘頭之後 泡水一個鐘頭 就是生的 生的 生的沒有水 那我們就把它塞到這個洞裡 這樣子塞是不是 那真的很耗石喔 真的耗石 一個洞一個洞 這樣要訓練那個地力 平衡感訓一訓喔 那手腳也比較不會中鋒 也比較不會八斤 那是這樣 你看要一個洞一個洞這樣塞 它塞到滿 每個洞都要塞滿 對 每個洞都要塞滿 因為那個底部不會露出來嗎 不會 你就是下面要壓著對不對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你這樣塞滿之後 我先示範一個洞而已喔 那當然你就會說 老師那我買七孔的 比較省空一點 你要買九孔的 對 他為什麼不會 從後面跑出來啊 不會啦 因為這個 你壓下去這個米是硬的嘛 我沒有煮熟 所以它不會跑出來 它會卡到是不是 而且你還要換一面喔 確定它有沒有全部塞滿 兩杯都要塞 周醫師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這道料理到底怎麼保水啊 我覺得看到它塞完之後 我手腳就溫暖了 因為手腳並用 沒有錯 你找到一個非常好的資因 保水的通關的密碼 就是一個維生素B 維生素C 還有膠原蛋白 偏偏叫紅棗啦 紫米啦 還有蓮藕都有 但是在保水資因來說 食材非常的多 除了那個江老師 他那個王老師所說的薑米之外 其實還有就像是白木耳啦 黑木耳啦 蓮藕啦 梨子 山藥 秋葵都還不錯 比舉例來說像山藥排骨湯 或蓮藕 白木耳湯 剩下的薑汁 豆花都還不錯 但是我們只要提醒大家是 你有些禁忌要注意 比較不會那麼上火 包括一些油膩的 燒烤的 洋芋片的 或是像一個刺激的 像餅乾這些 你要盡量減少吃 以免整個產生一個上風 生風動火的情況發生了 OK 好 好 你看喔 塞滿了之後 對 你還用牙籤 把它蓋子蓋回來 給它恢復成原狀 併在一起就對了 併在一起 吃下去對不對 再一樣塞滿了 我們就把它蓋回來 這樣子喔 這道菜是創意料理 原湯化原食有沒有 好 這樣子 圓形 那如果你擔心它會 你就再多一個 多一點 牙籤來固定就對了 把它撕兩面固定好 這樣你煮的時候 它不會爆開嘛 那這個湯底 對 差不多了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兩個 整顆丟進去 最好能夠淹過它啦 你的水 最好能夠淹過 所以水要稍微多一點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點點 這個是 這是什麼 黑糖 黑糖 或者是紅糖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給它稍微開小火 開小火 大滾了之後 你可以放多顆一點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現場 看你要吃幾顆啦 對 因為這顆搞缸 你一次做起來 撈起來冷了之後 你可以放冰箱 吃冷的很好吃 好 那這個你看 半個鐘頭之後 就完成在這裡 半個鐘頭了 大概煮半個鐘頭 就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你要燉爛一點 比較好吃 湯的顏色也都完全變了 對 我要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聞起來真的甜甜的 那黑糖味 所以一吃 你就可以先把它變成 飽水的湯瓶 這是一包紅茶包 你就是煮好的湯 不能直接喝嗎 可以啊 可以直接喝 因為煮了 如果你加的比較甜 你加在紅茶裡面 我覺得紅茶也是比較暖性的 這樣的話你放在辦公室 這樣喝起來也蠻舒服的 OK 那這個也可以直接吃 這也可以直接喝 對 裡面的料子都可以吃 第一個 你可以吃甜點的時候 這個叫我茶 是 OK 好 第二個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出來 把這個夾出來 這個完成的來給大家看一下 OK 好 有沒有 這樣子 我們就把這牙籤拔掉 那怎麼吃 把它切開來 斷面鏽給大家看一下 他就切開 紫米都熟了 對 紫米都熟了 這牙籤還在 OK 就記得牙籤 要拔掉 好 你看這煮完 它就會 它會脹起來 是 對 你就可以放冷的很好吃 吃起來感覺好像是綿密的口感 我剛剛看你這樣切起來 切完之後就直接吃嗎 還是說那你那個蜂蜜 可以有一點桂花 一般傳統沒有一點桂花蜜 有點蜂蜜 這更香 而且還有一點那個蓮藕的絲 在上面都彈熄 好 那我們這一道保濕料理 就完成了 這道紫米薑汁蜜蓮藕 清爽脆口的蓮藕 有助於滋陰潤 養顏美容 搭配薑汁黑糖一同燉煮 香甜可口 營養滿分 幫你暖身又補水 快來試試看 天氣最近真的是冷嗖嗖 大家真的會開一些暖氣 特別是一些老人家 真的是很怕冷 開暖氣還是在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使用暖氣的時候 覺得頭腦昏昏摺摺的 口乾舌道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因為你得到的 所謂的暖氣病 首先記得還是要常常去通風 門在裡面那個氧氣當然會不夠 濃度又高 你當然會精神不好 另外口乾舌道大部分都是因為 暖氣的食肚開得太低 太低了 所以記得要多喝水 而且在這天冷的環境 你如果出去的時候 記得外套多穿一點 溫差的變化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兇 希望這個冬天 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 我們健康的臉下次見 拜拜 糖尿病的盛行率不只越來越高 現在有一個特色就是 糖尿病也正在年輕化當中 大家發生糖尿病之前 還有一個糖尿病前期 很多人都會擔心說 吃油要會掉 你的功能越吃 然後本來就是越來越退化 那你說 我有沒有可能說 我一開始有吃藥 後來就停藥 當然有可能 事實上這樣的例子非常非常多 一旦發生低血糖的時候 其實沒有非常建議 去買巧克力 來當作低血糖的補充品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豪里等著你喔 ufuuuu ufu ufu ufu